大家好 我是店長阿偉 今天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叫做認識朋友 顧名思義就是要來介紹盆器啦 當大家的植物收藏到一定的等級之後 對盆器的要求相對就會提高 因為每個盆器的作者、牌子、材質 而且有所不同都會影響到我們玩家的愛用程度 所以這個單元就會邀請一些玩家 來介紹自己愛用的盆器 甚至直接請到製盆師來介紹自己的作品 最後這麼優質的頻道 麻煩大家訂閱、按讚、分享 OK GO 今天是我們認識朋友的第一集 所以我們就重金禮聘兩位高端的玩家 來介紹他們愛用的盆器 看到我身後兩隊 價值不菲 就知道今天的來賓是誰了吧 沒錯 就讓我們歡迎低調的常家 曾老師 以及本頻道的常客 志豪哥 各位觀眾好 初めまして 私は台湾のジンです ロロ 有的是 哈囉哈囉 叔叔有練過 日文不像你們平常都看影片學的 只會 止 還用日文來開場 因為我們要介紹三款 日本高人氣的盆器 分別是哪三款呢 第一是西川正吉 第二是Rowlife Rowlife 第三個是Invisible Inc Ii 就是Ii 其實今天來上您的頻道 還滿害怕的 怎麼說 因為我們就這幾個而已 對不對 我們很怕上那個 靠板 對 又怕請老闆 因為我們的名字 豪哥這間滿紅的 哈哈 沒有你們的收藏都很厲害 觀眾現在看不到 我現在看到的 都是一望無際的盆器 而且都是很厲害的盆器 在介紹前 先跟阿偉一起來開個箱 好 阿偉在開箱的同時 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我一般買盆器 日本盆 都是在Yahoo拍賣 日本的YP上面買的 那之前 因為我表姊在日本 嫁過去日本30年了 所以之前是 請我表姊幫忙拍賣完 然後去同意和台灣 後來 認識鄭老師之後呢 他跟我講一個 非常好用的品牌 叫做PBR 這個盆器呢 是唯一一個人肉帶回的 人肉 就是麻煩那個 玩植物魚 他剛好去日本 他有看到這個Rowlife 所以他就傳給我說 要不要買 我也問過鄭老師 阿鄭老師都便宜了 所以我就買了 所以今天 剛好可以 趁這個機會來 開箱這樣 終於摸到這個本尊了 Rowlife都有一個名字 那這個應該就是 SHE SHE 不是講錯了 是PHE THE 那中間H又大寫 我也不曉得怎麼回事 他的名字就是這樣子 喔他每個款式都有他的名字 對 阿又要我就沒研究了 反正好看就最重要了 這個可能要問利 對 為增加大家收看的認真程度 請豪哥跟詹老師給我一個測驗 幫我排三個盆 不一定要不一樣的牌子 可以重複 擺三個Rowlife 或是兩個AI一個Rowlife之類的 然後讓我去認 對看我上完這堂課之後 可不可以認得出來這三個盆頸 我們買不起 沒關係 我們也要看得懂 所以說其他觀眾也會跟我一起做這個測驗 要專心上課 我覺得三個太少了 三個太少 對太簡單了 好 增加他的 左邊堆裡面 對 一堆裡面去挑 好我們來 這樣子比較好 可以可以可以 OK 好那我們就 GO 西川正吉的這個陶藝作家 一開始我並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我單純是從他的製作的美學上 我個人非常欣賞 那慢慢的收集資料之後才知道說 他有分幾個大的項目 像這個我是個人 我把它叫做蓮花形的 他的每一個形狀都有做大中小的尺寸 那像這個是屬於中型的 還有小型的 小型可以到這麼可愛 是 那這麼可愛要種什麼呢 東型種 或是象牙宮 綁垂筍都還蠻適合的 是 在日本他們反而很少那種很大的盆子 這樣對他們來講 都已經是重大型了 是 葫蘆型 對 這是葫蘆型 那葫蘆型 它也很誇張到四五層的葫蘆 或是兩層的葫蘆 三層的葫蘆 是 我個人覺得它是很有美感 但是 將來你植物長大的時候 這個拖盆好像要特別小心 你看 它有一個腰身 植物長大了 這個拖盆都變成是一個問題 那這是屬於中大型 好 這裡有超小型的 好可愛 好可愛 非常的可愛 對 那我們有示範把它種植物起來的效果 象牙宮 它就是 只有一層的葫蘆型 是 然後也有 這個 比較多層 它很明顯就是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西川正起 是 辨識度蠻高 對 辨識度非常的高 所以它的價位 是看它幾層來判別嗎 不是 看大小 不是越多層 越大 越大會越貴 然後另外這個也是 東行種 雪霧 對 然後它還會在這個地方 做它的細節變化 是 也蠻特別的 這個還蠻特別的 我們這樣介紹之後 大家對西川的盆子 就有一個認識 是 它個人的風格 那當然它也有比較特別的 不一樣的東西 是 然後接下來 看 長得像煙灰缸的 它是一個圓形的波 然後 在收口的地方 會往內推 是 這是它 另外一款 蠻特別 我個人很喜歡 這一 最喜歡的西川 大概就是這一款 是 那它有做比較淺的 也有做比較高的 但是基本型態 都離不開這個樣子 對 就是有點包 包起來的 這個淺的正好 配幫水屬它的根系不多 是 然後可以入淺盆 這種美感是還蠻好看的 這個真的很典型的 煙灰缸 如果沒有講 大家以為是煙灰缸 那這個是黑鬼墊 也是東興種 是 這個右色跟植物 配起來 這個也是淺灰缸 這個是志豪哥的收藏 官方浴 是 這也是淺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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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一本名吧 對對對 一本名 小淺灰缸 擬爆 超小型的擬爆紋 用我的手做一個比較 都知道了 很可愛的擬爆紋 這顆不好找 這個應該是鳥殺吧 我看完你的 看完你的收藏 沒有搶到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 細川比較奇怪的樣式 這個有點像牛肉 但是 我不曾看過這樣的細川 但是從它的右色 跟肚子以下的這個結構 它是細川沒有錯 那買的時候它也是寫細川 所以這種蠻特別的 這個也是細川 這個就看起來比較一般的 但是它也是細川的右色 沒有話講 另外我自己有一個心愛的 做成雙色的細川 它比較有點不規則的感覺 它有很多葫蘆型 是做歪一邊 故意 拉配完之後 趁它還沒有乾的時候 故意把它敲 讓它歪一邊 不過這個進去搖燒的時候 它有損壞的風險 這是我的想法 可能是這樣 我以為它那個做壞掉 你拿出來買 也是細川的 細川的右色 其實都還蠻容易分別的 所以細川這個品牌 就是它本人的名字 對 本細川正極 那這裡有一個 我掛掉的火山的盆子 這麼大一個 這個是很大的細川盆 然後細川還有一個 蠻特別的盆子 長這個樣子的 這個形就比較 跟它之前做的 對 它這個做法是 是把陶土弄成一個長條狀 然後再圍邊 再做地 但是它的特色變成 不是在這個部分 它的特色是在於它的右色 它用右色來強調 它是細川的品牌 那這樣我介紹大家 對細川正極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有有有有 大概了解它有一些固定的做法 對固定的模式固定的做法 對 觀眾朋友要好好學習喔 等一下要考試喔 那這個是 安哥拉葡萄 漂亮 對 現在冬天落葉 可是這個品牌的價位 大概落在 細川最近的價位非常的高 一開始接觸的時候 它並沒有那麼的高單價 就是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然後甚至於到最後 都是用搶的 最近因為疫情開始鬆綁 在居家環境的時間變短 好像競標的人數有在減少的趨勢 所以現在喜歡細川的朋友 或許是一個可以下手的機會 對 像飛碟一樣的葫蘆型 是 那這一顆是 東行種 鹿角 這個蠻特別的 這個是 你有送我的 那怎麼沒送我 你去跟它拗啊 這個盆器的購買方式 也是要用標的嗎 大家喜歡細川的盆器 可以 試著詢問 台北的數字店 哦哦哦 他們會有一些 私藏的細川的盆子 其實大家如果去日拍 跟他們競標 也是一種樂趣啦 建議大家不要追高 自己要設一個門檻 是 這個是 是志豪哥巨大的細川 哎呦 很恐怖 我的桌子不要垮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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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要亮的官風浴 出業了 出業了 沒有沒有 部外還有一個象牙宮 哎呦 像一個軍艦一樣 對 這個型就比較難認喔 但是右色還是看得出來 那淺根的放垂鼠 就正好可以用這種淺盆 在日本標的話 他們都會標示出 這是細川的盆子 或是 ROLAI的盆子 AI的盆子 他們都會標示 那當然自己要 記得分辨 嗯 因為它雖然寫細川政績 但是或許是 細川政績風格 哦哦 對 它不一定是細川的 就是有陷阱的意思 對 有陷阱要留意 我就把 細川的盆子 介紹到這邊 好 所以大概價位 如果再幾到幾 價位 價位 對啊大概讓 我了解一下 價位 從 如果運氣好的話 價位從 這是最小的 是 這是小的 價位可能 運氣好的話 六千塊應該可以 哦 六千上下 六千上下 但是 看尺寸 尺寸很大 就要好幾萬 是 對 大概那種 七八公分的 我猜六千塊到八千塊 你都買得到 我也是建議各位觀眾 你不要去追高 千萬不要追高 我記得我曾經 有得標過一個細川 它裡面還有寫 細川政績 然後日幣六千塊 好 很大一個 然後上面寫細川政績 六千塊而已 那個賣家故意要錢 然後現在變成 日幣賣台幣 那我們謝謝曾老師 不客氣 再次拿去 嘗嘗 一千塊 海里 五千塊 横 五千塊 五千塊 六千塊 五千塊 六千塊 五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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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後有一個比較好認它的 這個是重點 會有三點 有三個白白的點 這個應該是 甚至有四個 它是來把搖燒的時候把它頂起來記號 這沒有上到右手 這辨別的方式大概是這樣 所以觀眾要記起來 這個辨別的方式 光三隻大將就這麼多款式 每個都不一樣 因為種類太多了 那就介紹幾種 其他就由阿薇來拍就好了 可以 那以日本人他們介紹的方式有沒有 他們對這個Rowlife的評價 它就是擁有壓倒性的存在感 具有力量和細膩的溫暖作品 所以它人氣非常高 Rowlife是由田島夫婦一起去製作的 因為Rowlife後來這對夫婦後來又 重出江湖在做新的 所以他們原本是退休還是原本就是沒有在做了 這個部分我不太了解 因為他們曾經有一段時間沒做 後來可能快更新起吧 他們又跑出來做新款的Rowlife 那新款的Rowlife單價就更高一點 新款比舊段還更高 對 單價更高一點 這個KIM KIM嘛 KIM KIM其實我們跟三隻大將比一下 好 你看 其實它只是把三隻大將拉高放大 它就另外取了一個名字 喔 它不是說大的三隻大將 中的三隻大將小 所以三隻大將就只有這個尺寸 那再更大的就是KIM KIM再上去是KIM KIM太貴了我們 欸 KIM 我有 有有有... 來 這個是KIM KIM 喔 這個是我心裡的痛 他後面已經 而且又不敢講 不敢不敢講 有痛說不出來 這個都破掉了 我把它黏起來 不講我們也看不出來 比一下大小 要來要看 這是腳音 腳音就是比King還要 這是三隻大小 喔這個要記起來 這個我覺得不錯 就是看他的大小 然後名稱就不一樣 對就不一樣 基本上越大越貴 是是是 這舊款 舊款的顏色也是這樣 新款的右色就好像沒有做這樣的右色 這個 這兩個都是舊款 他這個右藥叫做Iceman Iceman 這個我有研究一下 那這都是舊款的Rola 日拍 日本拍賣裡面 你要買舊款 買新款 可能要做一下功課 再分得出來 像這三個的右色是一樣的 那近一點看 他其實是有結晶右 就是金屬反光 有結晶 這是新款的 這是舊款 這是舊款 新款我好像沒看過有這種右色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種右色比較難度高 所以 這很漂亮 難得做 再介紹一個比較經典的 剛開箱的這個嘛 剛開箱一個 拿出來之後 手都會抖 這兩個是一樣的 但是又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這個這個尺寸有 T-H-E 對 大概12乘以12左右 對 可是右色也完全不一樣 再來介紹一個他非常經典的 龐克盆 這就比較特別 這個我到現在還不知道要給他配什麼植物 他叫龐克盆 對 他有一個小盆 哎呦 紙幅櫃 紙幅櫃 對 龐克盆的價格跟同尺寸的盆器來講 單價還是比較高 算高啦 沒有沒有 就算同尺寸耶 同尺寸對啊 不是比較便宜啊 哪便宜 這個這個 這個保漲 保漲多貴 你們買的價位不一樣 保漲 這樣要三四萬啊 保漲 老師你買貴了啦 保漲 開玩笑的 這叫龐克 這是龐克盆 我們來介紹跟老師說那個 保漲 對 這個也是非常經典 那因為保漲 他在2020年的時候 有做新款出來 所以保漲就比較變成 沒那麼稀奇 我這個應該是新款的 保漲 重出江湖做的 其實盆器就是限量的概念 萬一他不出了 價格就開始高了 那其實也是同款也不一定做出一樣的東西 就是 每一個都不一樣 每個都不一樣 所以說每個都是限量 觀眾最有興趣就是 Roll Life的價位大概落在 告訴你怎麼說 就來一個範圍就好 這個是很標準的 皮革 皮革的右色 他的盆器的名稱叫做灰陰 右色叫皮革 盆器叫灰陰 有KIN 有KIN 所以這個是女生的 這也是我最愛 因為他是 因為他的女生 這個是跟志豪哥A來的 超取次要 哎呦 那這是Roll Life的老盆 對啊我標這個不貴 多少 8萬 沒有啦 你以為他不貴 大概2萬塊 對啊可是這樣大小的 Roll Life盆是非常貴的 對 這個準算不便 可能沒人要標 可能要超過10萬 可是我覺得是蠻漂亮的 他的盆器其實 外型很多變 就是他有 可是經典的就是會有7款的樣子 這個算比較不好認喔 所以這個購買的渠道也就是 拍賣 對 台灣沒有人店家在賣 有是有啦 但是價位非常高 可能你會覺得 我還不如慢慢的等日拍 有人丟上來 本來以為今天你要找我看 日拍怎麼排位比較 哈哈哈哈 我怕大家知道你們 會不會太賭 哈哈哈哈 沒有 我不買了 沒差 大家跟你們搶 大家都跟你們搶 對 有時候我們朋友 互相會告告知一下說 我要買這個喔 不要跟我搶 是不是是不是 可以可以 互相通知一下 兩個在那邊施殺 就沒意思了 對 這個盆器 我猜一下 這應該是 灰鷹 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歸鷹長這樣 歸鷹長這樣 沒認真聽了 那這個盆器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舊款 舊款 所以沒有 沒有名字 應該沒有名字 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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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小的 最小的10乘以10 對 最小的圖館 圖館 圖館滿可愛的 是 對 中國大陸有 仿類似的 是 但是右色仿不來啦 對對對 所以右色才是作者的秘密 這個是老朋友 2016的 新的是幾年算新 大概2018年以後的算新 其實Rollife要去找Leo介紹 那第一個他收集的很多 第一個他也是真的有生日聯繫 對對 對啊 我們真的是 隨便講解 我們再慢慢集氣 看我什麼時候 我們是九牛一馬 沒有沒有 你們今天不一樣 對 我知道 這一個人是 我不是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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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有認識的 我不是在那邊 我不是在那邊 你不會有認識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2020年重發的 跟這一個 如果你在日拍有看到 它有連一個布包 還有標籤 就是2020年重發的 就是這兩個款 那當初應該都是排隊進去買的 是 搞不好還差當團 對 它這個是碗型的 這2020的新款 當初有做 杯子型跟碗型 它的 它是很明顯 那都是簡單的線條 這個品牌就比較 比較潮的感覺 比較潮流 其實它當初也不是潮 它當初就是這樣做 是後來 潮流在流行 把它拿來潮 就像印第安很多東西 後來它也變潮 那其實他們是 幾千年前就這個樣子 是 剛剛老師有提到它的包裝 就是會有一個 麻布 這樣子包 然後它會有 一個信封 所以信封裡面是 只標籤一些證書 它會有一個 這樣的東西 這就是它 買來時的樣子 對 然後一個信封 它還有一些比較老的盆 如果你在日拍裡面 有看到 所謂的早期款 像這個就是早期款 早期的iPhone 這個上面也有印字 有 這有印字 這早期的 早期款 你看一下它的底部 一樣有鋸齒 有 所以它就是有鋸齒 這個排水透漆 都還是蠻重要的 可是真的沒有研究到作者是誰 聽說它好像身體有什麼樣的狀況 後來有一陣子是沒有出來 對 有觀眾如果知道也是可以留言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它的盆氣其實辨識度蠻高的 是的 幾乎大家看到有鋸齒的 有閃電的就是會立馬知道它是 來噴 這個是最經典的 對對對 這是四號哥最貴的 最貴的盆氣 最貴 也是Leo哥愛的 多少錢 六位數 哇 2020年好像有復刻 它裡面會有寫悶吞附 這個是老的 那裡面有寫悶吞附是後來復刻 這個也是老粉 它就是這一種的 它有做好幾款 一點一點的啦 快一快的啦 嗯 這個也是舊款 喔 這也是Ii 對 這就跟前面幾款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跟碗型的大小 它是比較高一點點 它下面也是鋸齒 對我有看到它的鋸齒 它這個有做兩款 右色 一種就是有黑色線條 然後棕色底的 那一種是全黑的 標一個全黑的在路上 所以這個價位會比RAWLIFE貴嗎 就是這個牌子 個人覺得比較貴 在日拍打Ii 搜尋的時候 從最高價 通常前面幾個就是 這種有巨次狀 喔 嘿 那我們不專業的分享就 好哥他們是以個玩家的分享 怎麼購買啊 然後大概買多少錢啊 或是怎麼配 對啊來分享給大家 專業的細節其實 各位有興趣的是可以去研究啊 對 現在Google很方便 打個名字 什麼都有 自己去研究也是 對 然後如果有沒有講對的地方 很多錢都要多見諒一下 不要再讓我們上靠北 對啊 我們要交流可以再交流去交流 不要去 我覺得也不是說我們崇拜日本的盆子 是這一個專輯正好是講日本的盆子 對 改天我們或許可以講台灣的作家 對 T3盆也是很棒 是 歐陽老師的作品 對 野火啊 對 慢慢都浮上檯面 是 所以以後或許有機會 也可以開闢一個單元 是介紹台灣作家的本質 沒錯 那我們就感謝 曾老師跟志豪哥 今天的介紹 是 快點 阿 他 你 慢慢 我 我 你 節目最後呢 這就是最終測驗 這邊有10個盆器 就讓我來分辨一下它的牌子 從比較好韌的這個 白色線條 然後下面有鋸齒狀的 這就是 II 然後這個也是白色線條 鋸齒狀 II 這個 這個就蠻好韌的 OK 好再來這個是細川 胖胖的比較圓弧形 這也是細川 這個很漂亮 再看一下這個是 這個 看到這個就知道是 II 這個啊 我剛才學會了 看下面有沒有 看到三個點 這就是 Roll Life 這個右舌漂亮 怎麼樣下面有三個點 這有點難度喔 這個有難度 先放著 偷看一下 也是Roll Life 最後一個 這個 觀眾朋友可以一起看一下 想一下 這個應該是 細川 100分 100分 觀眾們答對了嗎 好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拜拜 字幕志祥